最近集團氣候呢 是讓天氣相當的炎熱 臺州市的馬卡龍公園的郵具 也出現了五十一度的高溫 家長就說實在是太誇張了 就怕小朋友一玩呢 會被燙傷 另外好天氣 在彰化也出現了 這個療癒的一個奇特的景象 有民眾就拍下神似新鮮的雲朵 網路上面引發熱議 剛剛曬十分鐘吧 差不多 你看五十一度 拿出溫度計 往蕩 秋千一涼 溫度竟然高達五十一度 這個就太燙了 家長摸了摸 就怕孩子被燙傷 打消遊玩的念頭 台中市馬卡龍公園 去年十月風光開幕 遊客若意不決 但家長多次反應 認為遮陽設備不足 我現在用個遮陽吧 特別是這個盪鞦韆 真的遮陽 一下我覺得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小孩子 像他又比較小 還會包料布 其實更熱 今天溫度不高 如果平常高 這個根本不敢做 可以像洗車場 他不是上面會用流酥那一種 就是稍微遮陽這樣 公園油聚熱的發燙 家長愛子心切就怕孩子被燙傷 台中市建設局逐步演繹遮陽方式 針對我們馬卡龍的部分呢 我們也陸陸續續做了許多 這個帆布型或大的膨脹的遮陰型 我們會逐步來優化 好天氣在彰化則是出現造型奇特的雲朵 這個看起來像神猛 民眾拍下藍天白雲模樣神似巨大星星 一手指向天 另一手則是抱著小星星 奇特造型引發熱議 還有人意想天開說是比出不雅手勢 氣象局解釋奇特雲朵純屬巧合造成 民眾各自發揮想像力 在生活中找樂趣療癒身心 記者文文菲林一峰林博蟲 台中彰化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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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